比较会有疑问的就是这个类似 参考到自己的物件本身 那比如说像刚刚也有同学提到 就是说参考这一题 刚刚参考像这边有一个叫 我呼叫建构纸的时候 那第一次的话传过来是10 10过来这边 那10 我这个参数过来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参数 参数传递过来的时候 会直接传给这个10 传过来之后传给他 他再传到这边来 然后他再丢给他 可是问题参数名称跟什么呢 跟上面我要放的什么呢 成员变数名称一模一样 所以通常如果两边一模一样的话 前面会加一个类似 加个类似 那这个类似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物件本身 那因为我物件的这边已经new过了 所以基本上呢 基本上指的就是我这个 这个counter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会有一个成员变数 叫做counter 那我就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 就是我把资料放在我的这个 所谓的成员变数里面 那这种用法其实还蛮多的 当然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前面不加list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你不加list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他也会知道说 这个是上面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参数名称相同 你会发现到 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这个有个 这个黄色的部分通常只是什么 他只是提醒你一下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理他 可不可以呢 基本上应该也是ok的 你把它run出来 基本上呢 他应该是没有 也是 就是不行 所以你会发现这地方 传递过来的话 就是会有问题的 那就是少了什么 少了一个 也就是参数名称跟 这一个 你的所谓的成员变数名称 不能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你必须怎么样呢 限定一定要其中一个 到底是左边传给右边 还是右边传给左边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限定左边 这样子的话呢 执行起来 才不会有错误 ok 有没有15 那另外就是传 那刚刚我是有把它改了一下 return值 我想这地方 各位可以再试试看 因为大部分同学 比较容易 容易confused的 应该就是 传来传去 中间到底资料传递 然后return回去的值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在list 其他 这个也是一样 return值 这个我想 这个也稍微熟悉一下 也许你将来你不会这样写 但是别人应该会这样写 所以你要熟悉 将来如果你看别人的sample的时候 也一定会有人这样子用串流 呼叫的方式在写 像是Google的那个sample里面 蛮多这样写法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 你不熟悉的话 可能会看不懂别人的sample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使用物件的成员资料 成员资料 那所谓成员资料的话呢 多半是会在我们的这个类别里面 有所谓的成员的变数 那这些变数的话呢 就是帮我们储存 储存资料的地方 比如说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需要在 我的类别 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类别里面呢 再建立两个内部类别 一个内部类别叫做 叫做customer 就是客户那我要存放的只有ID 跟他的rank rank就是他的那个算是他的什么等级之类的 他的ID就是他的编号跟等级 另外呢我还要建立一个叫birthday 这个birthday就是说呢我要建立一个存放生日的部分 所以将来秀出来我希望可以秀出来类似像这样给各位看一下这个sample 这个sample的话是75的sample 这个sample呢我希望将来run出来呢 可以是又要有两个 一个是customer的一个类别 一个是date 因为我们在这个范例里面已经有叫date的这个类别名称 所以我把它改成date2 那这个date2里面呢存放日期 然后customer里面存放的是ID跟等级 那最后可以秀出来的话 秀出来的话就是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客户资料编号1 它的等级秀出来 并且秀出生日 2的话呢就是客户编号2 然后呢它的等级 它的生日把它秀出来 但是呢上面这两个资料是透过customer里面的这个成员变数去储存资料的 那后面这个是用那个我用date2的这个类别里面的成员变数去存放 包含就是年月日的三个讯息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秀 基本上我们来重点看一下好了 第一个我们建立一个也是7-5的范例 其实我范例里面的话我们在这边有个什么customer 所以我必须要建立一个customer 那里面的话传递参数 参数部分的话呢总共会有物个编号 然后它的等级 再来就是加上它的月日年相关的讯息 那是一个整数 OK那第一个人传进来之后的话呢 我就由customer接 接到之后的话呢 分别里面呢我会有也是三个成员变数 包含什么呢 一个是编号 一个是等级 然后呢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后面 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用一个类别 当然就可以搞定了 只是说因为这是我们一个练习 就是我希望把后面这个地方 再增加一个所谓的资料 这边就是制定一个所谓的我们的类别 那这个类别的话呢名称我们类别名称就是Date2 在这里 然后我这边宣告一个它的物件的 宣告一个它的这个等于是行别的一个变数名称 去存放月日年的资料 OK 那底下的话当然我们可以透过所谓前面讲过建构值 接收到这边这五个资料 这五个资料呢丢过来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这边因为我传递的参数是ID 进来的名称也是ID 所以怎么办呢 this.id指的就是什么 上面这东西 this特别重要指的就是我自己的自己本身 自己类别本身 或者叫自己物件本身 然后呢把参数传递给他 存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这个成员变数主要的角色是什么 储存资料 缓清楚在记忆体里面储存资料 然后呢再来就是 啊传信来 因为他名称不一样 所以呢如果你名称不一样的话 不用加this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加this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可加可不加 可加可不加 所以呢不然干脆你就全部加也可以啦 不然的话省的麻烦 有的时候有this 常常同学说老师你这边有this 那为什么下面没有this 我说你可加可不加 就像刚刚有同学想说那个 有没有那个double要转 double后面麻比较大 然后印子在前面比较小 还有加等于 然后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这边没有加 强制转接RNT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想说可加可不加 那你不加有没有可能会有错误 有可能因为大的转小的会产生错误 但是你他这个地方因为Java已经帮你转过了 所以没有关系 那当然什么时候会发生错误 刚才有同学问同学问题 会错误的状况就是说 如果那个double值 它的值超过21亿多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因为RNT有没有 这个RNT它最大可以容许的范围是到21亿多 所以到21亿多就会反产生错误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值永远不可能大于21亿的话 那这个错误基本上应该是不存在的 所以就看你要怎么去衡量 OK再来的话 this birthday 那指的也是上面这个birth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话要建立空间 让这个三个值存放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三个值怎么样 也是一样呢 new一个date二 然后分别把月日年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又怎么样 传递过来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class里面又有一个class 所以变成内部有两个class 那内部类别里面又要再串一个第二个内部类别 就是date二 date二传递过来 因为它一样会有什么呢 一样会有参数嘛 对不对 那这三个参数分别就是整数值 整数值 所以呢我们内部呢 就抓到这三个月日年 那抓到之后的话呢 再分别把值什么丢给前面 因为前面名称都一样 所以一定要加less 没有加less的话 会产生错误 ok那接收到之后的话 我上面这三个值就改变 ok那改变完之后就把它存起来 也就是说我透过什么建构纸 先把一些资料传递到我的类别 这个物件里面存放 那存放完毕之后的话呢 跑完之后 就是建立好 然后存放好资料 对不对 最后怎么样呢 再把它print出去 所以print c1 c1.print customer 那就会呼叫 这个customer里面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的话 就是把客户资料 还有编号输出 那这个编号部分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ID实际上指的就是上面这个ID 当然你这个地方 打一个less也ok 有沒有 less.id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他 ok然后rank指的就是上面这个rank 然后生日的话呢 就是在把它呼叫什么 birthday birthday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 里面的这个print date 所以后面输出日期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在这里 然后把什么呢 月dash日dash年把它输出 所以输出的结果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看到的结果 第一个客户 有没有 跑完 那这个上面的部分呢 是由谁负责呢 由这个customer的这个地方 他把它输出来 那下面这一个 只有这一行有没有 是由谁输出呢 是由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方法做输出 所以分两段去执行 那只是变成串一个再串一个 会串两个类别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因为输出两次嘛 所以这里下会有两次重复的 所以各位再思考一下 customer 然后再一个date 两个类别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 等一下我再把这个画面 给各位参考 各位也思考一下 这个是CH7-5的范例 透过两个类别输出 等于把资料放在我们的 这个物件的成员变数里面 成员变数里面 主要是储存资料 那customer储存的是编号跟等级 那birthday 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date2 是储存生日的部分 是储存生日的部分